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耀 我們現在打全新的戰利級 那這一關剛好可以幫這次的地獄卡做一個正面工商 就是我教大家一定要刷的那張妖精拆彈平民神卡 那這邊龍科的話 他就帶一個蛋糕 進場有剪一個CD就好 那剩下我們就是帶大家用白夜叉來通關 這邊是四個大叔對上一個小妹妹 那剩下我們關卡就是邊打邊講解 不過因為戰利級要比速度啦 所以等一下如果有miss掉的地方 你可以按暫停或重播再看一次 好 第一關這邊我們先用那個版本來壓血 那這邊21顆 我們就是3-3轉 然後去轉到7組就好了 數字盾21 應該算是比較好轉 至少不是腦人的23或25 好 那第二回合白夜叉會剛好跳起來 這時候我們就直接把它開下去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直接一兩康送給他就好了 好 這一關是不能消暗啦 你就注意不要消到就沒事了 好 來 第三關 好 來 第三關這邊七康火焰地 那你這邊稍微轉完就記得停火焰地喔 不然你現在被反擊可能會死掉喔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壓血狀態喔 好 來 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首消全暗跟全木 那我們就去達成他條件就好了 好 來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把水牆拼拼進去就好了齁 然後轉一個石康火焰地 這樣就好了 他每回合都會給你石康版面 所以你就直接轉 不用擔心 我想說怎麼版面怪怪的 好 石康 OK 他這邊也要轉到五屬同等啦 那照理來說你轉到石康一定就是會有五屬同等齁 除非你版面被動了什麼奇怪的手腳 來 接著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去轉就好了 好 這邊是七康啦 不過白夜叉隊五技都幫你加了十七康了 這邊完全不用擔心 你只要有消到豬基本上都過齁 好 來 接著第八關 好 第八關這邊的話就用妖精拆蛋 那這邊就是不要去 消到他不要的那個屬性就好 基本上我們就是轉一組水 這樣就好了 這邊三隻就一起送過去了齁 對 剛剛版面是太糟啦 所以我稍微整理一下下 好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開版本城馬 然後這邊去把鎖定的珠子路過去 然後我們就消一組屬性珠就好了 好 這樣子 OK 好 來 這邊就直接捶過去喔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的話有一個超級蟲子 那這邊是要消到八組屬性珠 我們就直接去 稍微轉一下 好 他每回合一樣是轉十組給你啦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你就直接轉就對了齁 好 OK 好 最後天將還是硬要給你 拖一點點時間齁 好啦 這邊的話是白夜叉 然後帶著這一個 正面工商的水地獄卡通關 來給各位做一個參考齁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結算的分數 我們就是帶大家打個7萬拿到全獎勵就好 沒有要拚頂級 沒有要拚滿分 沒有要拚SS齁 好啦 這邊的話就拿一個獎勵全通 就可以了 好啦 這邊的話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